点亮生命的火花 转变命运的生活秘诀 各位朋友 今天我想与你们分享一些生活中的小秘诀 这些看似简单 却能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注入无限的正能量 记住 生命中最美好的事物往往来自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细微之处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些小妙招如何帮助我们在生活的道路上 踏出坚实而积极的步伐吧 首先 当你感到身体不适时 请多给自己一些休息 好好睡一觉 让身体有充足的时间来自我修复 记住 健康的身体是实现梦想的基石 所以 给自己足够的爱和关怀吧 当心灵感到疲惫时 不妨多读一些书 书即使我们心灵的粮食 能够丰富我们的思想 激发我们的灵感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多读书能够帮助我们阔阔视野 提升自己 运气低迷时可以到政府部门走走 感受那里的强烈洋气 有时候改变一下环境 就能给你带来不一样的运气 记住 运气是可以被改变的 真诚地祝福他人 也是在为自己带来好运 当你衷心希望别人幸福 健康 富有时 这份美好也会回到你身上 这世界上最美妙的事情之一 就是看到他人因你的祝福 而变得更好 还有 每二十天修剪一次头发 让自己保持一个前景 整洁的形象 一个好的形象 不仅能提升你的自信 还能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记住 形象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多与那些能力强 家庭幸福的人接触 他们的积极态度和成功经验 可以激励你 同时 你也能从他们身上 学到很多宝贵的知识 切记 你是你周围人的平均值 当你失眠时 不妨试试改变睡眠的方向 这看似简单的小改变 却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有时候 生活中的一些小调整 就能给我们带来大的变化 千万不要把我很穷 没钱挂在嘴边 积极的语言 能吸引积极的能量 记住 金钱的流动 需要积极的心态来引导 每天坚持泡脚 这不仅能帮助你放松身心 还能改善血液循环 对身体有着极佳的调养效果 在泡脚的过程中 你还可以反思一天的所得所失 为明天做好准备 男性不要遮住额头 在风水学中 额头被认为是官路工 额头露出来象征住贵人相助 所以保持一个开阔的额头 也许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好运 亲近大自然 比如晒晒太阳 抱抱大树 光脚踩泥土 抬头看天 这些简单的行为 能让我们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 并与之进行心灵的沟通 定期打扫你的居住环境 保持清洁和整洁 无用的物品及时丢掉 这样可以让你的心灵 也保持清爽 对未来充满期待 如果你有什么心愿或计划 不要轻易对外宣扬 有时候默默实现你的梦想 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满足感 行善积德 不仅能帮助他人 也能丰富你自己的内心 当你把爱和帮助传递给他人时 你的人生也会变得更加丰富和美好 面对生活中的问题 尽量用自己的力量去解决 有时候 金钱可以缓解问题 但真正的解决还是需要你自己的努力 记住过去的伤害 防止自己再次受伤 学会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教训 这对你未来的生活非常重要 不要将药品放在显眼的地方 以免对你的心理产生负面影响 保持一个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 对于身体的恢复非常重要 不要活在别人的期待中 要坚持自己的目标和理想 不在乎别人的评价 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 这样你才能过上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 最后 注意养好自己的体质 一个健康的身体是你前进的基础 只有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 你才能有足够的能量去追求你的梦想 这些生活小秘诀 看似简单 但却蕴含着深刻的人生智慧 它们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建议 更是我们在追求梦想路上不可或缺的精神之助 每一条小秘诀都是对自我价值的重视 是对生活态度的一种肯定 更是对未来的一种承诺 记住 朋友们 成功不是偶然 而是每一天的努力和坚持的结果 这些小妙招不仅能帮助你改善身心状态 更能激励你在人生路上积极向前 我们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潜能 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去发掘和运用它们 在我们的生活中 每一天都充满了挑战和机遇 这些生活小秘诀 就像是我们的导航灯 引导我们在迷茫中找到方向 在困难中找到出入 在挑战中找到力量 他们教会我们如何在繁忙和压力中找到平衡 如何在挫折和失败中找到坚持 如何在平凡中找到不反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让我们从今天开始 把这些小妙招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吧 让我们的每一天都充满活力和希望 让我们的人生路上充满色彩和光芒 一起加油 为了更好的自己 为了更美好的明天 最后别忘了 生活中没有完美 但总有进步 每一步都值得庆祝 每一天都值得期待 相信自己 你绝对能够创造出属于你的精彩人生 加油 台湾的朋友们 一起向着梦想前进 谢谢观看 请记得订阅 按赞 分享 并留下您的宝贵意见